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自选 今日相逢 岂偶然 虽然双丝 饮旧容 难得重逢 总是圆 再加一句 锦绣一脚踢你脸 干得漂亮 他们是发小 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 刘水清可能有点喜欢张锦绣 总是拍张锦绣的马屁 可是黄和珊跟张锦绣老是吵吵闹闹闹闹闹闹 但是吵吵闹闹闹还分不开 咱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多回来看看 给咱们村庄的发展 出出主意 首先说我们是发小 就是情感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说都是见过吃过的人 就是不是在村里待着的 每个人都在外面打过一片天地回来的人 我们共同的心理想动是一样的 对象本村的亲人们都好起来 怎么好起来是个课题 目标一致 说干就干 三人取长补短 分工明确 准备干一番大事 水清 我想把这个庞大的规划蓝图 交给你来完成 有眼光 锦绣呢 他以前是做金融和管人的 他更宏观一点 他对人的心理了解更好 这该再往谁再赞吧 所以土地就尤为重要 这一块就由你来负责 这也是咱们项目中的重中之重 黄和珊呢 在农村可能待得更久一些 他可能对土地研究也更深一些 那么把土地怎么露出来好的地 好的地里怎么种出好的庄稼 这一部分我们就交给了黄和珊 把土地当命的疯子 走了 你 来 水清呢 是一个虚化画的 感觉上它什么用都没有 其实它用的很大 人家固化整个村子 或者沿着土地的整片村子 或者连续的几个村子 是一个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它的美术功底 就是彻底能用的 咱们的商标 还有我们外包装 我都分别设计了两套的 这个不同的设计方案 到时候你们都到我这来看看 提一提建议 有句话说 再好的朋友也要保持距离 三个好朋友天天在一起 为事业打拼 怎么会没有摩擦呢 我也明白 在表面说这合作 其实我俩就是提现末 张景秀 你要是一言堂 那我退股 告诉你 我就是一言堂了 我就是不允许你退股 刚开始是这样 提出个问题以后 我有我的观点 我是很倔强的一个人 因为我就认土地 农民一个就以土地为本 你扯那没用那干嘛 这个剧中有表现 黄河湘和张景秀 老是恰恰 老有分歧 最后大家也合二为一了 两个人发生争吵的时候怎么办 僵持不下的时候 第三个人出来了 就刘水清这个人物 安抚这个 安抚那个 就打情感牌呗 行 就让个女生呗 第一次 这个当中呢 我们有时候会让刘水清来 大家举手 举手表姐 三个人 那我要这样 黄河湘要这样 那刘水清 你呢 锦绣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黄河湘就会说 刘水清是马蹄精 张景秀 你怎么人身攻击呢 你长这样 就是朝兵的样 还说我人身攻击 咱们说事 你别说人好不好 那我说你啊 咱们能不能够不吵架了 好不好 一怎么着 你们就把上学安乐嘛 就都不能吵了 就这么定了 你什么就这么定了 吵来吵去 还不都是为了家乡好 任你怒目相向 唇枪舌剑 最后都能一缕清风 锦绣呢 他看得更宏大一点 他除了是扶贫 要先扶智这问题 他是扶在人的心理 可能更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更配合他一些 总有两个人 从不行到行的那一刻 其实就是相互的真诚 和大家对发展家乡的那种 心情的那种契合 使他们每每都会走在一起 都会就是把这个事情 做得很不完 不管怎么说 咱们仨得继续往前走 对不对 对 干杯